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678集 燃烧 只不过让人奇异的是 这种燃烧对于修为却是不但没有坏处 反而有着很大的好处 随着其燃烧 王林甚至可以感觉到 自己的修为正在慢慢的提升 无限的接近突破问鼎大圆满 但是这过程却是痛得让他几乎发狂 好在王林的定理 在千年的修行之中已然固若磐石 此刻硬是忍住痛苦 使人在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异常 李渊 你所说的地方可是在这片大陆 王林神色如常 声音不再沙哑 平淡地问道 李渊眼中微不可查的一声 低头恭敬地说道 前辈 现在晚辈还无法确定 需要到了这片大陆的中心位置 观察一番才可 王林看了李渊一眼 略一点头 李渊身子一动 向前飞去 至于那葛姓女子 此刻对于王林极为恐惧 连忙跟在李渊身后 尽管如此 但他仍然感觉到 背后那一双带着杀鸡的目光 王林不疾不虚地跟在后面 他之所以没杀这葛姓女子 是因为此女显然是那李渊的关键 这女子之所以能来到雷之仙界 怕是其内有李渊很大的原因 按照之前的猜测 若是这李渊的目的是那把铁剑 以其尽致完全可以在这雷之仙界 从那女子手中轻松地获得 但此人却是没有这么做 这里面呢 定有其因果 王林不动声色 一边在后面跟随 一边忍受着体内巨大的痛楚 对于那老者 王林此刻心里很是复杂 他一方面感谢此人 给了自己这个机缘 毕竟修为在痛苦之中缓缓地提高 但另外一方面 却是恨之入 要走雷兽两次戏弄 暗叹一声 王林收紧心身 压制体内的痛楚 他能感觉到 肉身在那光团融入后 正在进行某种改变 这种改变 似乎是要把它凝聚出来的 这个肉身 从雷电状态中逆转 形成一个真正的血肉之躯 这一过程 王林不知会持续多久 但他却有种迷雾 在肉身全部逆转完成 痛楚不在的时候 自己的修为将会突破修到第一步 王林之前修为已经圆满 就连意境也彻底改变 成为了因果之境 但却始终停留在大圆满的境界 对于突破 没有半点线索 此刻他深吸一口气 索性不再压制痛楚 而是让这痛楚完全的爆发 如此才可以更快速的攀升 此时的王林若是从远处看去了 隐约中可以看到 其肉身上有火光闪烁 仿佛有火焰燃烧 若是距离近了 还能听到其肉身上 时而会传出轻微的啪啪之声 好似在焚烧杂志一般 李渊在前飞行之中 并未回头 只不过其眉心之上 却是有禁止之光 轻微的闪烁 通过禁止 他可以做到很多需要神识 才可以完成的神通 王林身体内的状态 他看得一清二楚 略移沉吟 他收起心神 按道 王林的修为越高 死刑便越会顺利 只是不能让其真正的达到殷墟 否则的话 死刑怕是会有变化 看来不能迟疑了 李渊按道 一个月后 在这片大陆的中心位置 李渊仔细查看了班上 好似在对照心中的画面一般 许久他点头道 连续看了两个碎片大陆 我已经能确定 那禁止之处的大致方位 只不过并非在此地 而是东数方位 李渊转身 看向王林 王林神色如常 平缓地说道 带路就是 确定了方位 接下来的路程 速度自然快了起来 李渊也不拖延时间 而是展开速度 从这处碎片的东手边缘飞进 再一次地深入雷光铁链的虚无 葛姓女子无奈 只能跟随 三个月后 穿梭了四处大陆碎片 这一日 在一处大陆上 李渊目光一凝 盯着前方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 眼中露出一丝隐藏极深的激动 就是这里了 王林目光平静 望向那山峰 此山那 太高 一眼看去 根本就看不到尽头 好似那阴云深处 另有乾坤一般 一阵阵 如银龙般的电光 自阴云内闪烁而出 带着山峰游走 更有雷鸣闷闷的回荡 看着此山 王林好似可以感受到一股沧桑的气息 从这山峰内透出 这便是此山之魂 葛姓女子 蒸蒸的望着山峰 眼中露出奇异之芒 她身子一颤 下意识地看向李渊 此时的李渊呢 背对着女子 使得其背影 清晰地落在了葛姓女子的眼中 看到这山 再看到李渊的背影 之前那种熟悉的感觉 在这一刻 纷纷涌来 在刹那间呢 爆发了 葛姓女子眼中露出惊恐 这眼神呢 甚至比她看王林时 还要浓厚数倍 她想起来 就在这时 李渊转过身 大有深意地 看了葛姓女子一眼 把子女道口的话语 生生地止住 她低下头 沉默了片刻 抬头时 眼中一片平静 好似想明白了一切 此山无名 其内有众多禁止 雷之仙界开启了多次 但你看这山的禁止 又有几人全部破除 李渊望着山峰 缓缓说道 葛姓女子沉默 平静地望着山峰 此山呢 她很熟悉 但又很陌生 走吧 王林平淡地说道 李渊点了点头 走在了前方 一步一步 接近山峰 在那山峰之下 雷鸣之音浓郁 更可清晰地看到 一片片 电光散落 李渊的脚步坚定 踏在了山石之上 这山峰无路 但显然呢 在这雷之仙界 多次开启之下 此山也被人探寻过很多次 渐渐地 随着外界禁止的破除 便自然而然地 有了一条路 葛姓女子 跟在李渊身后 腰枝清白 抿着双唇 睁睁地望着前方 李渊的背影 心中默默地想到 其实 我早就应该看出的 这个背影 与家族中 是多么的相似 原来 那不是传说 女子脸上露出苦涩 她明白 为何这个李渊 会出现在家族内 这一切 正是因为对方 有意地接触 她更是想到了 若非是这李渊 不知用了什么方法 此番雷之仙界 怕是家族 不会让她抢 临别之时 家族老祖 那复杂的目光 浮现在 葛姓女子的心中 当时的她 只是觉得 这目光奇怪 但却没有多问 可如今回想想 她明白 这一切 家族老祖是知道 不然的话 为何家族 自数万年前 有人来到这雷之仙界 回去后 从那一刻开始 便再也没有一个族人 来着雷之仙界 仿佛雷之仙界 便是他们葛家的禁地 而这一切 因为李渊的到来 全部改变了 她成为了家族中间 间隔数万年后 第二个踏入雷之仙界的族人 陪伴她的 只有这个李渊 原来 老祖让我进入 这雷之仙界 就是为了赎罪 所以老祖 所以老祖把家族中传承法宝 给了我 这李渊答应我 帮我把那一丝魂拿回 想必也是因为 若魂不完整 不能寄陷吧 葛姓女子惨笑 在这一刻 脑中一片清明 好似看透了一切 她神色上种种的变化 自然逃不出王林的双眼 王林清晰地发现 自从看到这山峰后 此女的心神巨变 思绪不断 她目光从此女身上越过 落在了李渊的背影 神色平静 但嘴角却露出一丝冷笑 王林此刻已经断定无疑 那李渊怕是早就留意到了自己 即便是那禁止 也是为了引自己出现 甚至可以说 之前种种的一切 都是在此人算计之中 虽说这里面呢 王林还有一些地方 没有完全清晰 但这并不妨碍 她看透此事 王林眼中杀鸡一傻 对于算计自己的人 她一向不会手软 但她却另有打算 此刻杀气从体内散出 如同利剑一般 就在这时 前方的李渊同样停下脚步 并未回头 而是低沉地说道 许兄 李某并非如你所想那般不堪 与你相遇 有李某计划 但也有着机缘在内 她的称呼 不知不觉中 已然改变 王林眼中 寒芒闪烁 平淡地说道 此山深处 到底有什么 李渊沉默 片刻后 她望着山峰云层内 不知延伸多远的虚无 眼中露出惆怅 轻声道 这里 有我的主人 王林皱起眉头 此时啊 李渊转过身 望向王林 眼下的她 与之前没上山时 迥然不同 好似换了个人一般 她轻声道 许兄 踏入此山 以你的修为 若没有李某的允许 你是离不开的 王林神色平静 文言淡淡地说道 梅花十八尽 徐某略知一二 她此言一出啊 李渊一争 这个表情并非伪装 而是的的确确的一争 好似第一次认识王林一般 李渊皱着眉头 说道 梅花十八尽之术 知晓之人虽说不多 但却不是没有 许兄知道 不足为奇 王林望着李渊 微微一笑 说道 你施展的 果然是梅花十八尽 她身后虚影一晃 鲜味傀儡闪烁而出 鲜味刚一出现了 便立刻一拳 轰击在了后方虚无之中 一拳落下 整个山峰一拆 再后更是形成了一个漩涡 漩涡所通之处 正是外界 鲜味收回拳头 重新回到王林身后虚影内 王林身子未动 平静地望着李渊 缓缓说道 此地 困不住许墨 李渊面色 顿时阴沉下来 她望着王林许久 缓缓说道 是李某小看了你 不过 即便是你有这傀儡 王林嘴角露出冷笑 右手向前一点 体内唯一的一道 灵天后的剑气 立刻呼啸而出 她修为达到了问鼎圆满之后 对于这剑气的操控 已然入围 此刻剑气一散 立刻呼啸天地 整个山峰在这一刻都被笼罩其内 这剑气太快 眨眼间便来到了李渊身前 就如同一般真正的宝剑 剑尖停留在了李渊的眉心 李渊闭上双目 片刻后睁开 缓缓说道 许兄如此 想必是觉得报酬不够 还请明言 王林眼中露出奇异之蒙 这李渊心机很深 探透了自己所想 诚如对方所说 王林在此刻发难 不惜拿出灵天后的剑气 其目的就是在等对方的这一句话 我要你的梅花十八斤之术 王林平静地开口 但此一样却犹如惊吞 对于梅花十八斤 王林只是知晓 此尽智在上古修真界名气极大 但却颇为讲究嫡系之分 外人绝不会学道 即便是嫡系弟子 也根据身份不同 最多学道九斤 唯有掌门才可完整地学道十八斤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鲜秘》 作者 尔登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